是你讓我找到 活下去的意義 要看Part1情點這裡 要看Part1情點這裡 對呀 影片後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所以不要這麼快走開唷 OK 那我們繼續昨天還沒有回答完的Q&A 有人要叫我學你跳舞也可以嗎? 這當然不行 這是我的招牌動作 你覺得你可以模仿嗎? 我也是覺得不可以啊 對 不可以 告訴我 不可以 OK Brain V講不可以喔 這樣就算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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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底耳也帥了 謝謝 你的有在護膚嗎?用什麼東西護膚呢? 我就是普通的洗臉罩喔 就是用普通的洗臉罩來洗臉罩了 然後我沒有就是在做什麼面膜啊 就是偶爾可能會做一下面膜啊 但是很少啊 所以我其實 其實 其實我的皮膚還好啦 就是可能鏡頭上面看不到 別用力開腳我 失去的人最重要 別說 你曾經愛過我 我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我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我上一次哭是為了什麼而哭 就是半夜發夢 然後夢到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我就在夢裡就哭了 然後哭到我醒來 然後結果原來我 就是我現實生活中也在流眼淚 就是我在夢裡面哭哭哭哭到我在現實生活中醒來 然後我現實生活中還在哭 想要傳出一封簡訊給你 我好想好想你 想要立刻打通電話給你 我好想好想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好想好想你 我在2016年學到的最深刻的東西是 我學會了什麼叫離別 然後我真正體會到我長大了 因為我在2016年裡 失去了兩個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學到最深刻的東西應該就是 我學會獨立 我學會這個就叫長大 我學會這個是人生必須要經歷的一些過程 就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過程 只是我比較早經歷了 我懷念的是無話不說 我懷念的是一起做夢 我懷念的是爭吵以後 還是想要愛你的衝動 我記得那年生日 也記得那一首歌 為什麼讓你走上了Youtuber的這條路線 是興趣讓我走上了Youtuber的這條路 為什麼你唱歌這樣好聽的有學過是嗎 我沒有學過唱歌 我真的就是純粹喜歡唱歌 然後每天在衝浪房裡面唱喔 為什麼我這麼帥 我不知道耶 有很帥嗎 沒有啊我不覺得我帥啊 你其實戴眼鏡 和你認為做Youtuber有什麼樂趣 我其實戴眼鏡 我戴眼鏡是從我四歲就開始了 我四歲就開始戴眼鏡了 然後做Youtuber有什麼樂趣 我覺得做Youtuber最大的樂趣就是 我可以跟你們建立一個關係 然後就是我們就好像朋友這樣 你覺得家人比較重要還是身邊的兄弟們 我覺得兩個都重要 在家靠家人出外靠朋友 缺一不可 就是家人跟朋友都很重要 會 還會再拍 所以記得留著我的Youtube頻道 在2017年裡 我的目標 不要講目標啦 或者應該講我希望啦 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Youtube訂閱人數 可以突破200千 然後Facebook粉專人數 希望也可以突破200千 然後我希望我自己 不管是在思維上 或者工作上 都可以更上一層樓 離夢想更進一步 然後希望自己在時間安排方面 可以有大大的改善 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不會安排時間 這個真的是我的知名商 當然最希望的就是 可以繼續拍更多有趣好笑的影片 給你們看 然後希望未來可以遇到更多的你們 就是在路上可以遇到更多的你們 有 有想過要拍微電影 但是不是那時候一個小時的啦 我目前還沒有本事拍到那樣子 可能十多分鐘的我會拍 或者我們應該叫短片啦 嗯 我有在籌備著喔 只是還沒有找演員那些 所以在看什麼時候有機會拍喔 反正我是一定會拍就對了 十三歲 你還是住在我的回憶裡 離不出來 讓我們微笑離開 你的這份youtuber工作打算做一輩子嗎 我會一直做 做到有一天你們不再看的為止 就是 就是你們不想再看到我為止 就是如果你們一天想要繼續看我都會繼續做 Kory你的英文好像很好 有沒有特別去學過 還是當紅燒的時候學的 還有你有來Johol嗎 還有還有會員這次生年 發布影片能夠 就立馬點讚看 謝謝 我的英文其實也還好 有沒有特別去學過 就小的時候 幼稚園是 銀校 就小時候就講英文啦 我有住過Johol 因為我之前就在新加坡 然後我就是偶爾我都會跑去Johol 我其實沒有一個就是特別喜歡的女生類型 我真的是靠感覺 感覺到了就是到了 那麼是否可以接受比我高的女生 可以 因為身高不是問題 年齡都不是問題啊 我身高為什麼會是一個問題 有來過冰城玩嗎 我曾經在冰城住過半年 就是當時候我在冰城上這個課程 然後我就 對我就在那邊住了半年 所以 我可以算是半個冰城人嗎 沒有啦開玩笑啊 住半年就算半個冰城人 就是我有在冰城住過半年啦 所以 我還蠻熟悉冰城的 國底請問你喜歡周子瑜嗎 我喜歡周子瑜 很喜歡 你在對著相機說話的時候不會害羞的嗎 你不覺得我很害羞嗎 一個人其實還好啊 但是如果我旁邊身邊有人的話 我就會很害羞 國底你喜歡你的虎牙嗎 我很愛我的虎牙 我超愛我的虎牙的 我很愛我的虎牙 但是 就好像我講的25歲 我就會去把它綁掉 你們希望我把它綁掉嗎 其實講真的 你們覺得我有虎牙好看還是沒有虎牙好看 就是你們覺得我應該去綁牙嗎 如果你們覺得我應該去綁牙 這樣我可能會考慮到去綁牙 最想知道的是 你通常都會幾年去旅行一次 我基本上 一兩個月就會去旅行一次 對明年2017有什麼計畫 我剛才已經講了 然後你有沒有喜歡的人 除了當youtuber以外 還有想要過在網絡翻唱嗎 我沒有想過要在網絡翻唱 就是我沒有想過要做cover 但是如果你們有想要聽的話 我可能會做 但你家人知道你要做youtuber的時候 他們有反對嗎 他們沒有反對 我很慶幸的一點就是 我家人一路以來都很支持我 不管我做的 就是不管我做什麼 不管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們都很很全力支持我 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18斤咖哩可以在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就是Description box 我會把那個網址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就是如果想要買18斤咖哩的朋友 可以去下面找那個網址 然後從那邊點進去買 而且如果你點下面那個網址 會比我之前買的還要便宜 不定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處女座 算是吧 就是我很愛講自己是男子漢 然後我明明知道我不是男子漢 我在講什麼鬼 如果在街上你的粉絲遇到你要和你做朋友可以嗎 可以呀 我真的希望如果就是你們在觀看這個影片的你們 就是有在關注我的你們 如果你們有在路上看到我 然後你們有想要過來打招呼啊 合照啊拍照啊什麼的 趕趕過來 我不會拒絕的 我不會拒絕合照的 然後就是不要把我當成好像很遙遠 距離很遠的一個人 我就是你的朋友 我希望我跟你的關係是我們可以很close的 就是你看到我的時候你可以直接過來 嗨Cody 然後我們就可以認識一下 交流一下聊天一下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不過來的話 我也不知道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我也不知道你有在關注我啊 就是反正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 然後你有想要過來拍照 有想要過來打招呼的話 趕趕過來 不要害羞 因為可能我比你還要害羞 請問一下你在走街的時候 自拍錄影的話 旁邊的人會一直看你嗎 會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要習慣啊 因為這個是我的工作啊 所以我已經練成了一種境界 我也會去不顧旁人的眼光 就是你們要看你們就看唄 然後我就會自己在那邊自拍自爽 然後自己對著鏡頭講話 我覺得成績重要 成績固然重要 但是我覺得夢想比成績更重要 我覺得夢想重要過成績 你可以給我看看你小時候的照片嗎 小時候的照片 等一下 小時候的照片 我不知道這個是幾小啊 但是 這邊這個 這個書呆 很熱的一個小孩子 就是我小時候 這個我忘記 我不知道是幾歲了 我已經忘記是幾歲了 可能我覺得應該是小學吧 小學 小學幾年級吧 可能 誰和我一樣 等不到他的誰 愛上你我總在學會 寂寞的滋味 一個人沉山 一個人擦淚 一個人好淚 OK 那麼這次的Q&A 就真的到這裡為止啊 昨天我在我的上一個Q&A 影片裡有提到 我決定給你們一個 統一名稱叫 扣子 而我可以叫 但是事後有網友留言 我才發現 原來 扣這個字 在中文裡有著不好的意思 就是 它是聖者為王 敗者為扣的扣 然後我也發現 扣地這個字好像太霸氣 根本符合不到我的形象 所以我還是決定用回 扣這個字 你們就叫 扣子 然後我就可能可以叫 扣地 這樣比較可愛是不是 好像比較符合我 是不是 嗯 我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下次如果 你有在路上看到我 根本不用多解釋 只要走過來告訴我 你是扣子 我就只要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那麼再一次 謝謝扣子們的支持 記得是這個扣子 不是這個扣子喔 謝謝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喜歡我 我真的很愛你們 真的很愛 那些問題沒有被我抽選到的扣子們 也請不要失望 我不回答的一些問題 可能是因為我在上兩次的Q&A中 已經回答過了 你們可以點這裡 去看我上兩次Q&A的影片 還有就是因為問題真的很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全部人都回覆 不好意思 不過下次如果我還有做Q&A的話 你們還是有機會的喔 那麼這個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分享 也請記得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點個讚 點贊嘛 快點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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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點贊 我才知道你喜歡 有什麼想要跟我說的 也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我每一個留言都會看 真的 一定會看 打勾勾 一定會看 想要個人說我的話 可以在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WeChat blahblahblah 上面follow我 如果你們想要聽我唱歌的話 因為我最近還蠻雪山 在我這些社交媒體上面唱歌的 還有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快點來follow我 快點 快點來follow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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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們喔 那些已經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的 不要忘記點擊訂閱按鈕 旁邊的這個小鈴鐺 這樣我每次的更新 你們才不會錯過 那些還沒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的 不要忘記點擊下面 或者這裡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免費了啦 真的不用錢的 免費了 乖聽話 快點訂閱 快點訂閱快點 那麼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喬喬